大家好,我是夜晚三点半的鬼叔 今天鬼叔给大家带来的是美国的恐怖电影《音谱2》重现 第一部的故事已经给大家说完了 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 在第二部故事的一开头 镜头来到黑眼镜他妈妈波浪婶工作的精神病院里 一个正在监控室值班的看守 突然看到一个女病人从病房里跑了出来 看守赶忙跑过去把病人送回房间 结果这时却发现一个女鬼出现在他的身后 正在此刻这座精神病院的精神病杀人犯杰克 也跑到了看守的前面 很快看守哥就领了便当 原来这个女鬼是女卤的死去的姨妈 在被双胞胎姐妹杀死后 她也变成了鬼 生前是什么样死后也暴女不改 变成鬼以后她和姨父比双胞胎姐妹更厉害 他们把双胞胎姐妹封印在木屋的地窖里 姨妈十分愤怒 她首先来到精神病院 先操控了杰克 决定通过杰克把女主和黑眼镜杀掉 来完成生前的愿望 镜头一转 女主突然从梦中醒来 她浑身冷汗 因为她又做了一个噩梦 在梦里她梦到了那两个双胞胎女鬼 他们告诉她 他们被困在了淫土森林中出不来 而女主很快就会有危险 女主马上就把这个梦告诉了黑眼镜 黑眼镜确觉得女主还是神经不对头 仍然没有从上一件事情中走出来 两个人就大吵了一架 不欢而散 黑眼镜这个怂胞一回到家 就去跟妈妈吐槽了这件事 说完 她就去屋外劈柴 这时那个精神病杀人犯杰克出现 把黑眼镜给掳走了 波浪婶赶紧给女主打电话 告诉她黑眼镜失踪了 女主心里一跳 很是担心 接下来她看到了波浪婶给她发来的一段监控 视频的内容就是那天晚上 看首歌遇害的过程 随着波浪婶的提醒 女主这才发现 视频中那个熟悉的身影 原来就是自己死去的姨妈 她不由的想到 难怪自己最近老是做关于过去的噩梦 她越发肯定 姨妈就是过来复仇的 女主就找来自己的好朋友 钟芬妹和长头发哥 因为这两个人平时就很喜欢灵异事件 所以找他们来商量对策 一听到女主提起有鬼 两个人马上就兴趣盎然 那天晚上 他们三个人就驾车来到了银铺森林 和波浪婶会合后 他们决定去报警 可是警官根本不相信 他们口中所说的那一套闹鬼的说法 他们见求助警方并没有希望 于是大家决定自己去寻找 四个人开始分析录像 他们推测出 被女鬼附身的杰克 很有可能还在精神病院里 黑眼镜极大的可能被他抓走了 于是大家赶到了精神病院 女主因为太过担心黑眼镜 再加上他能感应到鬼的存在 就自己首先冲了进去 果然在一间病房的角落里 他找到了黑眼镜 两人正准备出去的时候 杰克来到了房门口 并堵住了两人的去路 紧急关头长发哥 从身后捶了杰克一波 随后几个人戴着黑眼镜 一路逃跑 他们根本不能回家 因为女鬼早就知道了 黑眼镜家在哪 几个人只好暂时躲在了旅馆里 但旅馆却只剩下两间房了 中分妹只好和长头发哥住一间房 长头发哥太开心了 因为他一直都在追求中分妹 这可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中分妹决定泡个澡 但是他想让长头发哥去外面等着 看来中分妹对长头发哥 并没有那份心思 长头发哥有点懊恼 可是这个中分妹 一边在房间里泡澡 一边开启了直播 开始叙述这几天自己撞鬼的经历 粉丝们看到中分妹 直播间一下好不热闹 长头发哥在外面看到了他的直播 他简直气坏了 就捏着手机就去找女主他们诉苦 但正在这时 女主忽然看到 中分妹的直播出现了异样 她看到那浴室里出现了一双鬼手 正朝着中分妹伸去 三个人来不及细想 赶快冲向了中分妹的房间 中分妹在浴室里不停地挣扎 只有女主看到了姨妈的鬼魂 正死死地掐住中分妹的脖子 三个人没有办法根本驱不了鬼 正在这时小美的充电器掉进了水池子里 变光四射间 女鬼竟然瞬间消失了 就在这时 波浪婶打电话告诉女主 她已经找到了对付女鬼的方法 但说着说着 结果就没有声音了 原来杰克早就赶到了黑眼镜的家里 把波浪婶给打晕了 正当杰克要杀死波浪婶 警察及时赶到 开枪打跑了杰克 可是波浪婶却昏迷了 女主没有办法 只好从波浪婶留下的资料里面找办法 她和黑眼镜翻阅了一个晚上 他们才发现 就是得去找那对双胞胎女鬼帮忙 当天夜里 他们两个就来到了银铺森林 在小木屋里找到了双胞胎女鬼 并把她们从封印里解救出来 于是双胞胎女鬼和女主三人合体 向着姨妈和杰克的所在的精神病院出发 最终展开一番殊死搏斗 三人和二鬼把姨妈推倒在电影上 姨妈被电得魂飞魄散 就在这个时候 警察也赶到了 把被鬼附身的杰克枪笔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